OK 來做題目 右途指哪裡 下途怎麼樣 來 立體的 指針上面跨一個 跨過去 然後電流這樣子流 筆 所以大拇指 電流跨過去 跨過去 電流跨過去 指針朝裡面 大拇指朝裡面 裡面 裡面是哪邊 裡面 電流 電流跨過去 電流是哪邊 大拇指在裡面 有膝膏 請問你AB哪一級 反正已經是兩級 反正S跟B就是S B生A就是S 那你就挑一個看 你看你看看A看B都可以 你看看A看B都可以 比如說我現在 我看B 電流在下面 是從外面流到直裡面 在下方是電流從 使外面流到直裡面入螢幕 對 上面是出螢幕 那B是屁股對不對 屁股是哪一級 S級嘛 大拇指是N級 所以B是哪一級 S級 B是F級 又怎麼級 那就是N級 所以N級S級 OK OK嗎 我問你 請問你 哪一級 這個有一個在線圈內 有一個在線圈外 有一個在線圈內 有一個在線圈內 磁力線的方向 外面N到S裡面 S到N 磁力線所指的方向就是N級的 磁力方向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哪一個?NHB哪一起? 23 23 我會 A4NB是S A4NB是S 是嗎? You never know B什麼你跟我講到底誰是N誰是S啊? 不知 你做 他沒有什麼比 大拇指朝左 線圈的左邊是N級外面是S級 實力線外面N到S裡面S到N 裡面S到N 所以 裡面S到N放裡面N朝哪裡? N朝左嘛 所以A就是N級 然後呢你可以想說M跟S要互相吸引 所以屁股是被S級C 所以B的屁股那邊是N級 那B就是S級 所以呢 來Ns 可以嗎? 這個N 這就是相吸相識 很容易考的題目 就是因為你有電流時效益 你知道誰會升N 誰會升S 你就會知道跟另外一個棒會 相吸還是會相識 他應該會相吸還是會相識 A 不對 4 4 4 A 請坐 安培樂手一比 屁股是S大拇指是N級 所以呢 長這樣 Ns會怎樣 互相吸引 所以答案選B 這是很容易問的問題 現在改成上下相對 如果下面的上方是N 上面的下方也是N 就是互相 排斥 如果下面的上方是N 上面的下方是S 就互相 C 有看它是N還是S 就是它互相吸還是互相排斥 並排 答案什麼? 看不懂 什麼叫看不懂 因為 你胡亂我 不要胡亂你胡亂我 3 2 B B 請坐 你選B嗎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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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級現在改成螺旋管 大拇指大拇指代表是磁場方向 四個手指都代表是電流方向 可以比就OK了